土耳其上个月连续发生瑞士规模7.8跟7.5两个强震 这个世纪强震提醒大家地震地质调查的重要性 以美国的地质调查局USGS为例 除了编制人力距相当规模外 也有许多重量级学者进驻 针对美国进行详细的地质调查 而这一次USGS对土耳其地震所发表的调查 被各国地科界广泛引用 证明它的影响力与重要性 反观台湾的地质调查所 目前只有七十几位的人力编制 现在还面临要和矿物局整并的命运 目前经济部已经将组织改造方案 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等待审议 却也引发台湾地质地科界关心与忧心 担心两个单位一旦整并后 未来的定位与功能如果不清楚 可能产生汗格 台湾虽然幅员不大 但是地质地层构造的复杂程度 却是全球数一数二 加上台湾地震天然灾害多 所有调查都必须要随着环境变化 与灾害发生不断更新 地质地科学者们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把低调所与矿物局整并 对台湾的未来发展 真的可长可久吗 一起来看独立特派原记者李琼月 袁洪书的深入报导 这一张就是地质所在甲仙地区出的五万分之一的地质组 所以区域地质组其实还是非常有用 因为它是一个大价格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在做 可能的地质探勘的一个浅势 浅能的分析 你把一个锁跟一个集合力 寡而降进一个中心 那好像是零编 又好像是一个任务编组合单位 我就很担心 这并没有影响到它的成绩 它能够执行业务的预算跟人员 原额等等也没有受到影响 九二地震之后没有增加多少人 一年大概招考一个人平均 地质所的专业人没办法自己去做 所以他只有花宝委外 台湾的地质所只有70个职群 美国有些是个同仁非常非常压抑 我觉得要增加一倍的能力都差不多 地质所本来是并到内政部去 跟国土测量的这样的话 是比较适合一点 2022是东部相当动荡的一年 从三二三长兵地震 然后0620的光复地震 再加上917 918的关山池上地震 去年就写了三次的地震报告 继2022年完成四个规模六以上的地震地质调查之后 年月中旬地调所构造与地震地质组一行三人 再次来到池上断层的上盘进行后续调查 11日深夜正好发生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边坡 大规模崩摊 阻弹苏花公路双向交通 颜外穿太好的衣服也是浪费 因为野外穿太好的衣服也是浪费 因为野外穿太好的衣服也是浪费 三十公 Z 七二周 7 剪裂弹 这剪裂弹 先得来个剪裂弹 再会剪裂弹 三十公 这只剪裂弹 都是露頭 就是沒有長草的 然後可以看到 那個裡面的岩石的分佈 還有裡面的一些細微構造的 高一點的爬不上就量下面就好了 寧願會 劉彥球跟陳寅學三人 都有5至20年 調查活動斷層的經驗 寧願會還負責活動斷層的觀測 921地震那一年 他正好進地調所 死生從來沒見過 在教科書上的東西 全部都在你眼前出現了 所以地調所的調查人力 其實並不是說你一畢業進來 就有辦法接手的 那個是需要長時間的訓練 那訓練完之後 你要到外面長時間訓練培養 累積經驗才有辦法接手這塊 我就稍微先把地形面畫完 然後這是一個三小型的區域 就是崩塌地的地方 既然918地震了 那我們也發現了一些 跟過去我們所認知的資料 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或者是我們認為說 還可以再做一些地方 讓斷層的性質做得更清楚 所以我們還是有空來 我們就會做一些 在全線一些剖面的重新調查 這其實整個都是在池上斷層帶 或者是整個縫合帶的 大的斷層帶裡頭 池上斷層是其中一條斷裂的名稱 一旦地震規模超過6 而且發生在陸地上 可能產生地表破裂 地調所就會派人出外調查 可以的表面上真的是8個 但是實際上常態性能出外的 就兩三個而已 然後我們再有一部分的人力 是要切去做所謂的 GPS的追蹤站的維護 這些也沒辦法進去做調查 所以台灣未來如果紅斷 真的要有人力可以接受 我覺得每個世代都要有 持續的人力慢慢的接班接著 否則假設老一輩的退休 沒有人真的沒有人 貼在牆上的初香 口銷禮 跟車瓜林斷層 是去年新增的三條活動斷層 超過20公里長 有機會引發規模6.5以上的地震 比較重要的車瓜林斷層 它經過了高雄的科技園區 那這個 而且那是非常活動的斷層 那這些重要的斷層 你如果不把握時效的話 將來發生重大災害的時候 那個追究責任大概也找不到 管活動斷層幾個人 八個人 十個人不到 要管全國的活動斷層 管全國的山峰土石流 也是差不多這個人數 把兩個單位併在一起 你是要強調地質調查的單位 這個功能呢 還是要強調礦業的功能 合併指的是行政院各部會 推動的2.0版主改 經濟部計畫將礦物局 以地調所整併 成為礦業管理 及地質調查中心 引發地科界跟環保團體擔心 兩單位整併之後 可能產生漢革 未來地調所的功能 可能會被弱化 全世界目前至少58個國家 有Geological Survey這個單位 絕對絕對不要沒有這個名字 不能改名 礦物局跟地調所兩個合併的話 會不會彼此有漢革 剛剛提過他們專業相通 專業人員可以講 他們彼此共同的語言 它也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它該有的公權力 一點都沒有受到影響 他能夠執行業務的預算 跟人員 員額等等 也沒有受到影響 我們希望這兩個單位合併 可以發揮比較大的縱效 就礦物局跟地調所 現有的人力編制與預算來看 礦物局編制是一百二十人 地調所更少 只有七十三人 兩單位預算加起來 大約十幾億左右 所以地調所人員一直沒有擴充 這三十年代就是 真正專業人員大概七十幾個 你要負責前中華民國的 所有土地裡面 這剛才講那麼多東西 所以導致說說實在我們不客氣講 過去以往整個台灣的地質調查 來的精度是不高的 很重要的就是你人力不夠 還有一個是經費不夠 如果要是這個中央地質調查所的任務被載化 人員沒有辦法成長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領域的發展 就令人非常非常的擔心 那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讓我們看到了 似乎就是政府 並沒有特別的覺得地質學 對國家社會 這個能夠產生的一些重大的貢獻 我知道地調所現在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包括我們要發展地熱 他們要去調查 那其他的這個不只是有礦場 他還有其他地質 還有說火山的地形的調查 斷層的調查 他的功能會越來越重要 在這方面 未來地調所應該 就是以後的地框中心 在地質調查的部分 也要多多利用社會上的專業資源 因為國土規劃 那你要提出一個很合理的一個規劃 否則的話最後就是可能你委託某個學者 那某學者給你意見你就上去了 而不是透過你自己的專業去瞭解到說 國土規劃該怎麼去做會更好一點點 特別像美國地質調查 他其實很多的專業人 專業的研究人員 攤蓋在桌上的是地料所完成的 全國五萬分之一地質圖 跟它的測試進度 也是台灣最基礎最完成的地質履歷表 一張地質圖平均要花五到六年的時間 高山地質調查時間更長更久 這張是嘉義的五萬分之地質圖 我們在做地質圖調查之前 第一個是我們要有以外的資料 就是我們要實際的資料 每個地層的位置去記錄它的原性 然後位態 其實地質圖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在國土開發 跟國土開發比較考慮的東西 我大概是77年高考及格進去的 到81年吧 四年多 所以我那時候大部分就做台灣高山的地質圖 那後來出來了以後 地調所很多地質圖還是委託我再做 它其實是一個產自台灣的 基本地質資料的一個單位 那這個產自這個基本資料單位以後 礦業也要用 或者說是地質災害也要用 資源也要用 那任何的工程進行 通通都要用 然後監察院曾經提出來說地調所的紅斷層資料太慢 所以變成這樣合併以後地質反而更萎縮了 我們的山崩地滑這個敏感區 雖然都全國已經玩 少過一遍了 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很多沒有還沒有畫完的地方 地質資料所謂空載雷達地形圖 那個資料非常好用 尤其是到判施那個地面的那個山崩 所謂活動斷層的這些構造 就是莫拉克風災之後 就推動這個計劃 那個用雷達打地面 把整個地形全部通通打出來 透過光達技術完成的數值地形資料包括 地質圖測繪 火山地形 山崩活動性的監測與調查 還有潛在大規模風大樹的判施 以及河道地形變遷 地表地形分形與變化 還有高山湖泊跟巨木的調查 這些資料都可以提供防災單位使用 從空中鳥看 整片山坡就這樣滑下來 到底為什麼中央地質調查所 到現場勘察發現 是順向波惹的禍 這一張是2010年 國道3號走山事件 利用光達技術估算 滑下來的土方量 大約16萬地方公尺 以及莫拉克風災 10年前後的變化 台灣的地質調查所 包括地震 或者是火山 或者是山崩 土石流這些東西 基本的資料都是地質調查所建立 我接所長的時候 最重要先示的一件事情 是要從路上走到海裡面去 要走進海洋地質 要去做海洋地質 他現在有個新的任務是地熱 好 這個組其他業務都不用管了 專門做地熱 我覺得他一組差不多八十個而已 這一份是地調所完成 金倫溪地熱地質調查報告 日前我們也跟著中央大學團隊 前往高雄寶來 瞭解如何調查地熱地質 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 他所調查的地質圖 他把土龍灣斷層 在那個崩塌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右側 那是五萬分之一的台灣地質圖 那地調所就負責做 這一種地質圖的測繪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這個做地質出野外的時候 的必備的一些基本資料 那所以這裡有斷層面 那這個有結裡面 那這個都是延時的不連續面 那不連續面如果在地底下 或者是在地表 那就是那個天水或是地下水 會流通的管道 所以我們做地熱探勘 就想說找到地底下 哪些地方這些破裂面很多 那可能就是地下的熱水 可以透過這個破裂面 從地表地殼的深處 流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探勘就是要找類似像這一種 要判斷這個地方可能有比較多的裂隙 那可能也有比較多的熱水 那我們就決定這個地方來鑽井 中大有成立碳風存 及地熱研究中心 那最近因為碳風存 這是一個新興的 也是一個減碳重要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的話 目前沒有一個主管的一個機關來做 那未來如果假設地質調查所 不管它變成什麼樣的單位 能夠take care這個部分的話 對於國家的長遠的發展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幫助 大家都很喜歡在一個大災害發生了以後 大家一起呼喊口號說地質很重要 但是這件事情過了以後 大家就會互相看一看 然後不知道地質重要在哪裡 我覺得放在合適的部位 部位也是很重要 過去的例子當然 環境資源部的時候 當然它是跟 它的定位會比較像一點點 或者以前有些人會在內政部 進行它跟國土會化比較關係 它當然是在內政部 甚至國土災害中心 這是比較合適的一個做法 土耳其搭地震 凸顯同為地震帶的台灣 地質地震調查的重要性 此刻地調所也在面臨改組的命運 同時遭到外界質疑 有被降格之嫌 未來它的獨立性與重要性 以及地質調查能力的培養 政府則無旁貸 地質調所的組織改造 對台灣的影響不止五年十年 甚至更久 也因此有學者主張 應該將富有國土規劃功能的地調所 藉由這次部會的組織改造 將它放在更為適切的內政部 也有學者以土耳其大地震的經驗為例 建議低調所應該與氣象局合併 才是長久之際 現在先休息一會 馬上回來 Galaxy的風格 第兩天 改專門 五年 二英文 三堡